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一下汉泰的TU1254D系列7寸的平板示波器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功能 这款平板示波器采用的7寸显示屏 可以看到和我后面的信号发生机 它们的显示屏大小是完全一样的 相当于把这种台式机 台式机这种一货一种的机器 给搬到了这种非常小巧的这种仪器上 这款仪器的重量大概是1000克 基本上出差的话就是背着背着就走 而且它仪器的侧面是支持U盘 这边是个Type-C的充电头 和我们的日常使用的手机是兼容 完全兼容的一整套的 然后也支持这个18瓦的快充 我实际测试了一下 大概就是充满电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然后充满电之后就是这种连续开机 一直亮屏使用 大概是四个小时 但我们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少会出现这种 24左右开始开机 因为它开机还有一个背景音乐 大概就是十一二秒左右 我们就可以也就开机进入系统侦查使用了 它是这种全出品的操作 而且后面还有这种按键的效果 所以使用起来特别的流畅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我点一下 用起来特别舒服 因为配上这种音乐 然后它四路模拟通道功能 也是不同的颜色标识 使用操作的时候就是 操作这里就直接上 垂直电压档位调节 是电瓶调节 非常方便 这里是处伐电瓶调节 还有这里是这个自动auto 还有支持这种42种自动测量 也带光标测量功能 实际体验一下 操作手感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用起来特别的流畅 我们给它一个信号 我给的是一个 200MHz一伏的信号源 支出的一个信号 这里点一下auto 这是auto出来的结果 好像我再手动转微调整一下 打开测量结果 就是可以看到测量结果是周期 频率是200MHz 然后周期是5纳秒 然后auto功能也是非常的好使 加上这种按键音效操作起来 可以看到一点也不卡定 非常的流畅 这边有这个辅助测量 辅助测量里还支持 其中采集不同的采集模式 显示模式等等 还有这种探子 也支持探子自教准 所以说实用功能上来说 虽然说是比起台式式播器 稍微略欠缺了一点 但是在同等级价格上 而且它是1G采样率的采述器 然后存储深度是8兆 存储深度最高支持到8兆 虽然说用起来完全 我们日常使用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这款采述器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轻易 待机时间也特别特别的长 侧面这个是信号 这是这里是万颜表功能 嗯 万颜表功能 我们就不错了 然后 你简单说一下万颜表还是也是一样 就是不同的直接这种触摸屏点击 它就会切换不同的功能 也是非常非常的流畅 我们看一下交流符这里 就可以看到这里 它不断的会把测量结果 然后实时生成一个这种取试图打点 而且也支持这种保存 保存的话也支持这种插入U盘 一键把我们连续打点 生成的所有的数值 记录的结果 相当于一个记录以及功能 记录结果直接保存在我们的U盘上 然后它设置功能里面也是支持 有中英文 然后系统信息 这里面有二维码扫 二维码支持这种 软件下载 还有上位机的软件 操作手册等等的下载 而且声音的开机音乐 也支持在线升级 只要我们把自己喜欢的音乐片段 剪辑好之后放到U盘里面 点击升级 就可以把这种开机音乐 更换一下背景音乐 锁屏开关机 锁屏时间 自动关机时间 也是支持这个自动设置 然后我们随便截一张屏幕 如果插U盘的话 屏幕截屏也会自动保存到U盘上面 我们刚刚截屏完了 我们又选择这个扶住 保存 扶住里面有保存 我们选择一下 选择上需要保存的这种各种波形 它也是支持没插U盘 支持把接屏直接保存到U盘上面 非常的这个方便 还有这边暂停功能 信号源输出也是支持这种自动暂停 可以看到这里按键 信号源输出也支持这种正选波 方波 三角波 噪声 直流 认一波 认一波也是可以这个通过上位机来导入这个认一波自动输出 而且输出的波形也支持这种调制和处罚功能 非常方便 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购买这款片板试播器实际使用 因为它是我们日常使用 包括汽车测试 手机维修 电脑维修 日常使用这款250兆四通道的试播器是完全足用的 像什么高刷新功能 还有什么电源测试 还有什么各种处罚功能 这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很少用到那些功能的 这款试播器带给我们功能是完全足够我们日常使用的 好 谢谢大家